麦瑟第27岁来自肯尼亚 是一名学生 是硕士 女嘉宾小雨 21岁来自河北 也是一名学生存科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她们的手上依然提着一口 密码相反着一个 她们彼此并不了解的一个秘密 你们愿意在这个现场 把这个秘密公开吗 愿意 我愿意 你们谈恋爱谈了有多久了 大概四个多月吧 她追你追了多久 大概一年左右吧 因为我们认识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是因为被她的真情打动了 所以跟她谈的 对对对 她怎么打动你呢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是学韩语的 然后但是我们 如果要取得学士证 毕业证的话 一定要考过英语四级 但是我已经放下这个英语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就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复习一下 她非常爽快答应 她说好 没问题 其实我也对那个英语考试 我没什么了解 但是为了它 我就答应了 她就偷偷地买了特别多英语的 那个四级的复习资料 然后她自己亲自做题 特别明白之后再跑过来跟我讲 就特别细心 特别耐心的一个人 当时我就有一点被她打动了 你到底是喜欢她 还是被她的行为感动了 所以你才 我现在发现了 我当时跟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一时对她的感动 一时对她的感谢 可能说不是真正的是爱情 现在四个多月过去了 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事实 你认识什么呀 我认识到你 不是我当时认识你的样子 我现在 那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你是一个特别花心 特别不专一的男孩 你比什么说这个呀 你还狡辩什么 什么狡辩 你五一的时候跟谁去的北京 什么五一的时候 你五一的时候你骗我和说 骗我跟我说 我没有骗你啊 你骗我跟我说 你跟三个男性朋友去北京 结果你去跟另一个外国女孩 一起去的北京 而且你们两个人在 晚上一起在酒店过的 其实她说的不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五一嘛 我跟她说了 你能跟我一起去北京玩吗 她说我要回老家 我说你要回老家 那我跟我的外国朋友 一起去北京玩 所以我没和你去 你就找了你那个外国女孩 朋友和你一起去了 什么外国女孩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是跟男孩一起去的呢 我就是跟外国男孩去的 你是跟男孩去的 还是跟女孩去的 不是 我是有证据的 我说这个话是有证据的 因为我看见了 那个女孩半夜两点钟 发的一个自拍的照片 在微信朋友圈上 当时照片的内容是 那个女孩穿着她的T恤 你给我个机会 这个就是事实 这就是事实 你没有必要解释 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我也想给你解释 但是你没有给我个机会 哥们你解释一下 我给你个机会 我也没想到这个女孩 那个时候也去了北京 然后我们到了北京之后 她来了电话 然后她说 我看到你的微信 好像你们也在北京 我说对 我们也在北京 然后她跟我说了 我也来了北京 然后我想去找你们一起玩 我说可以 过来吧 她怎么会穿了你的T恤 对啊 他既然穿了他的T恤 就证明她们两个肯定是在一起 我能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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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来了北京之后 我们那个酒店 我们已经订了三个房间 因为我们五个男孩嘛 后来她跟我说了 我没有地方住 我说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 所以我把那个房间给她了 然后呢我的东西都还在那个房间 我们先玩一玩 喝酒了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出去了 我跟你解释你都不懂 那是五一时候发生的事 我知道你现在说的是 是你这两个都也一直在自己精心 其实我也想告诉你这个事 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就在骗我 你知道吗 我没有骗你 我们两个因为这个女孩经常吵架 不是这一次 他们两个关系是特别的暧昧 哪个国家的呀 一个泰国 我这个朋友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不要接受这个 我不是不能接受你和异性女孩交朋友 但是你这个方式真的是让我太难接受了 什么方式 上次那个女孩过生日 他竟然送给了那个泰国姑娘 跟我一样的项链 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你还能问我什么意思 你们都是女人嘛 你喜欢什么 所有的女人都喜欢我 对 那难道所有的女人都喜欢我的项链 你就要给前面下所有的女人都买一个 因为我来说呢 一样的项链吗 没什么意思 我送你什么 我送她什么 没什么意思 你就是想误会 这根本就不是误会 这个事我们就当她不是有心的 还有别的吗 她跟那个女孩经常一起出去跳舞 喝酒 而且都是特别晚的时候去 我都不知道 我是后来怎么知道呢 我是通过她的那些朋友传到我耳边的 而且我还听说 她们两个在喝酒玩闹的时候 喝焦杯酒 她都没有拒绝 交给了你凶器吗 而且她 我都是喜欢跳舞 但是你们两个是怎么跳的 你们两个身体都贴到一起了 我仍然愿意跟我跳舞 对 我不会跳舞 所以你不喜欢我 所以你就去找一个 可以和你一起跳舞的女孩 你喜欢这样的女孩 好啊 你去找呀 好好好 问个问题姑娘 是因为她花心了 你不喜欢她 还是压根你就没喜欢过她 因为感激跟她在一起 最一开始的时候 是感激和一种感恩的心态 但是后来 我也试着就是去喜欢她 去爱她 但是经过这四个多月的相处 她跟她身边其他的女孩也好 还是我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泰国女孩也好 做的一些事情 真的让我真的是特别不能接受 刚才她特别提到了一个泰国女生 是吧 那个女生是拿你当异性朋友 还是喜欢你 你知道吗 她喜欢她 我喜欢她 她喜欢我 他们两个就是互相喜欢 所以我今天完全没有必要站在这里 对 我喜欢她 对 我不是爱她 我喜欢她 等等 你不是爱她 你喜欢她 对 我喜欢她 你对她吗 你对她是什么 我爱她 在我的心里 既有她 可是你 哎呀 既有你我爱的人 别的都是喜欢 那个泰国的女性 你只是把她当成了朋友 对 而不是恋人 对 那她对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 那个女孩对她的意思 就是非常喜欢她 我能说话吗 你可以你说呀 她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我们就是朋友 好吧 我们把她那个泰国女性朋友请来了 有请 来来来来 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叫丽华 来自泰国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就是 解决她们的问题 我喜欢她 她也喜欢我 亲归你来 所以我觉得 我希望你今天把话都说清楚 让我女朋友继续爱我 别着急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要 解决她们俩之间的问题 是 因为我觉得我和她比她的合适 哎 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你想和她成为男女朋友 是这意思吗 是 我已经表白出来了 我和她当朋友已经大概两年了 比她的还长时间 那你跟她表白过说你想做她的女朋友吗 是 我有一次发短信给她 听我 我有一次发短信给她 然后就是我说我喜欢她 我想当她的女朋友 她回我的心就是谢谢 所以我觉得就是她也喜欢我爱我的 你说你喜欢我 就是 我说谢谢 你怎么理解这个谢谢 可是你有很多是解决说就是 就是你你送我的礼物就向亮嘛 和她的事也一样 所以呢 然后还有呢 你我我说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没有地方住 我找你的时候 你也很欢迎我 所以呢 还要跟我 还你还还还让我 你们俩那天住在一起了吗 就是 一个 什么呀 什么废话呀 我完全没有误解她 你能说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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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别着急 你能说我的吗 你还想变什么呀 听她说听她听丽华说 听丽华 丽华你们是住在一个屋子里了吗 是那时候呢 我们出去玩 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喝酒杯酒 然后呢 她还捧着我睡觉 唱歌给我很甜蜜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哎呀 朋友 就是她说 她在你的房间里过夜了吗 因为我那时候 我和她喝杯酒了嘛 然后就是 她哄着我睡觉 然后我就都忘了 你看 她都忘了 她过去的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事实就是 哎 别别别别别 别着急啊 你是说在你们的日常交往过程当中 你觉得她是喜欢你的 是因为那时候呢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她跟我跳舞的很紧 然后呢 就抬上我的手 你们跳一下 让我们看看行吗 我看是怎么跳好不好 跳舞 没问题 有音乐吗 好 好好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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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就现在 你看看吗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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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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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现在有女朋友 但是你们看 她们一点点没有快乐呢 什么没有快乐 凭什么说这个 就是我看观众们 都看得见了 就是你们没有一点点快乐 我说呢 我和你更快乐 你给我站住 我呢 塞了自己为了 废话 给我站 那时候你还 见我宝贝呢 还有说 你见到我的时候 我是你很幸运的一个事情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就别为什么这么变你这样 李华 你说我的好家朋友 你别这样 然后呢 朋友不能变成爱心吗 不能变成爱人吗 其实我不爱你啊 我就是喜欢你 懂吗 就是慢慢你可以变成 在我的心里爱人的只有一个人 来来来来来 回来吧 回来吧姑娘 来来来来来 我知道你的心意了 你希望她跟她分开 你们俩在一起是吧 就是 这个意思算表达完了吗 不能 你先别说 你先别说的 哥们 你再说话 真的 哥们你先别说的啊 这个 这是你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吧 是 我已经说清楚 我说的很清楚 那首先是不是得等他们俩先分开了 咱们再说你这件事 但是今天如果我没有得到他 我不欠赏 什么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吗 你学了 看你几年了还听不懂呢 OK 你会得到他的 因为我现在就已经 真的 你别说话你啊 我问你 我 我觉得自己很漂亮 我有什么比不上他呢 要是我真的爱你 这个两年 这个两年 我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就 爱的人就是 他不是你啊 好 现在我们假设 这两个女孩子都喜欢你 都爱你 你选谁 他 好你选他 OK好了 第二个就是现实的 现在有一个女孩玩命的喜欢你 有一个女孩现在就不喜欢你了 你选女朋友选谁 还选他啊 因为我就爱他 你爱他吗 我不爱他 我喜欢他 好他是你的好朋友吗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麻烦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请你把他劝下这个舞台 他 对 他听你的 他不听我的 最好的朋友 你能不能 给我和我女朋友 机会说话吗 你能让我们俩 说话吗 你还想说什么 他一直说不爱你 我还爱他 我不爱你 那我也不信 这个来来来来 爱这件事是不能强求的 对吧 是 你等他们俩解决完以后 你愿意怎么向他表白怎么表白 行吗 至少他现在心里还有个人呢 我们先解决了他们俩的事 然后再解决你们的事 行吗 好的 那为了你 所以我 你别为了我 你为了你自己 歇会儿行吗 其实就是我觉得 因为他俩没有一点合适 没有比我的合适 所以我已经来这里 我表达已经出来了 我明白 我的目的 OK 行那你下去等他吧 好吧 都等了两年多了 不急这么一时 您说呢 好吧 那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我还愿意等着 你等着吧 你躲不到我 来来来 谢谢 谢谢你躲不到我 也别着急 爱他也好 不爱他也好 是想分手也好 还是不分手也好 还是下面那个等了也好 咱们都可以 把这个事说清楚 很好地得到一个解决 达成一个共识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刚才看那个 这个外国男孩和那个 泰国女孩跳舞 那种场景 我特想说三个字 在一起吧 不可能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 特别想说三个字 我怎么不得了 真的 我能带摔一下 再客转的 因为你没有 我想听你 一定要 什么 你们想听 特别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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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清晰地描述在中国的观念下 喜欢和爱它的区别是什么 喜欢可以心动 而爱一定会心痛 喜欢但可以舍得 但爱一定舍不得 喜欢一个人 冬天不过是冬天 不过是漂亮一点而已 但是爱一个人 冬天能够变成春天 爱一个人 他落泪 你就会跟着他一起落泪 而你喜欢一个人 如果他落泪 你只不过会安慰 喜欢是可以变成爱的 但如果你一旦爱了 就说不出喜欢 最关键的是以下两句话 喜欢是不排他的 而爱一定是排他 唯一的 还有喜欢与责任无关 而爱一定要负责任 这就是中国意义上 喜欢和爱 我无端去指责他什么 他可能真的不理解 中国意义上的喜欢和爱 我只能抓着自家的孩子说 如果我是你的家人 我刚刚早就想扯着你跑了 我想你爸你妈 看了以后会跟王老师一样的心痛 回家去 这个跨文化 跨国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我估计 他不是一般的人才可以忍受 朱老师可以 但他也花费了很多功夫 他肯定受了不少的委屈 甚至 他有的时候 可能要把自己的情感收一收 但你可以吗 你不可以 不可以 回家 爸妈温暖的怀抱等着你 其实特别简单